春分星期下地方上市传来了新风景 玉礼分局21号上午的10点在大宇派出所举行了新任所长王震南不达就职典礼 春分星期上地方上传来新风景 玉礼分局21号的上午在大宇派出所举行新任所长王震南的不达就职典礼 大宇派出所新任所长王震南 56岁花莲县人台湾警察专科学校警员班113期 从警期间个性敦厚待人诚恳 凡事主动积极工作认真任劳任怨 深受同仁爱戴以及长官的赏识 器重基层经验历练绷不完整 黄振南我们民国56年出生 今年56岁在我们是在地的花莲域 那只专警员班的113期毕业 进修班19期 历任本分局的一个官阴所副所长 律理所副所长 终于所副所长的情维 精力丰富了 那王所长从警期间36年 个性敦厚待人诚恳 凡事主动积极工作认真任劳任怨 深受同仁爱戴及长官的赏识 那本次特别接种他的产宅 把他升任到这个大理所来担任所长 请主持人致辞 广政长 王议员以及在座的各位贵宾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日本局分局长林俊廷勉励新到任所长 必须迅速掌握辖区的治安交通的状况 并且发挥人机 几机 人力 几力的精神 做好为民服务工作 无奉接轨社区警政工作 记者高松霜 愿意正采访报道